如风说梦幻,八卦天天看 1.蒙大奶杀进总决赛 109第一神豪蒙大奶领衔的西洋红战队 成功杀进了群雄第五赛季的决赛 对手则是云我战队 上一次西洋红在总决赛中输给了云我的双物理阵容 这一次他们能否复仇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2.159百尘包揽冠亚军 西云楼的梦幻理财战队 和万里长城的无尽火域战队 最终会是159天7组的群雄总决赛 值得一提的是 159百尘老板同时拥有梦幻理财的武装和无尽火域的神木领 他已经提前包揽了天7组的冠亚军 3.100无级别效力鞋交易 燕照风云这双100级无级别效力鞋子 打了16段黑宝石 熔练直接拉满 最终以50个的价格卖出 4.新出160破甲专注物报项链 新出一条初龄222的160项链 同时拥有破甲 专注和物报几率0.8% 看上去这条项链给175三宫队的物理系用 应该非常不错 5.建会赏金赛规则大改 9月份官方举办的建会赏金赛 邀请了浩文参加 战队的总数已经来到了14指 官方对于规则也进行了大改 所有比赛必须上一名传统输出 并且输出系越多 以获胜之后加的积分也越多 三宫队在这方面优势很大 并且在比赛期间 所有参加的队伍 需要有一名成员开启第一视角直播